大家好,欢迎来到试水的摄影后期教程,我是摄影师试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赛博朋克色调的调色案例及其思路 这种色调在去年大热的电影《头号玩家》、《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尼一杀手》、《2049》中都有出现 这种色调给人一种科幻未来穿越的刺激感 这是我给大家今天要演示的图片案例 左边是原图,右边是修好的图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7月份的上海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这种色调调色的小技巧 第一,校正色温和曝光 夜景照片中通常色温和曝光都有点不准 所以我们在后期中要把色温和曝光要校正了 第二,主色要调成偏青色或阳红色 第三,增加光运 增加图片的氛围 第四,统一色调 这是我在上海拍的几张夜景照片 我的调整最后的成品图,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如果你也有夜景照片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我给你教的这种调色方法 好,那么进入今天的圆图 调测课程 首先导入圆图 圆图是一张INW格式的 如果你的照片是肉格式的,进入圆图中不是这个界面 你可以在滤镜 CAMERA滤镜中进入这个界面 如果你的是肉格式的,那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界面 ICR滤镜 首先它的色温有点偏暖色 我们要的是一种蓝色的色调 这是我把它的色温降低 降到4100就差不多了 然后色调不运动 可以调整它的曝光 它原图曝光有点缺了 这时候我们加点曝光 让它的画面更亮一点 这个数值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照片调整 如果你的照片太暗了 就多加一点点 如果太亮了就不用调 把它的高光降低 因为夜景照片的灯光通常都是过曝的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暗波还是没有细节的 我们把阴影给提上去 然后按一步增加细节 黑色的 黑色色节也给拉上去 好,白色的稍微降了一点 好,接下来把自然饱和度给拉上去 让画面更加鲜艳 保护都要拉一点点 因为夜景照片通常光不足 颜色会有点淡 好,我们这时候跟原图做个对比 会发现细节 细节展现出来更多 光源更加漂亮了 好,这时候我们要进入到HSL进行调整 首先把它的蓝色 往青色拉 让它呈现出那种发青的感觉 然后把阴红 然后把阴红 也往这个紫色这边稍微拖一点 红色往阴红这边拖 好,这个拖一个合适的度就行了 大思路就是把画面中的主要颜色 往青色和阴红色偏 把它的蓝色的明度降一点点 让蓝色更加内敛一点 青色更加内敛一点 把它阴红稍微提一点点 明度也是一样的 把蓝色稍微降一点点 摇红稍微升一点点 然后可以 接下来进到色调分离中 分离色调中 把它的勾光加青色 数值在200左右 加到20% 然后阴影加成阳红色 也加到20%左右 接下来再 相机教终调整 把它的蓝色 还是按照刚才的思路往青色拉 好 整体画面的大氛围已经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要进入到 偏色中进行调整 直接点打开图像 后制图层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画面中的噪点有点大 这时候我们可继续进到 Cameral滤镜中 把它的噪点稍微降一点点 减小杂色可以降 有效的降低 造点 好的 可以 好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按照刚才所说的 我们要给画面增加一些氛围 我们这时候导入咱们准备好的光斑素材 这一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即可 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回复光斑素材 我会给大家分享这个素材 我准备的这几个 涂层混合模式选绿色 绿色可以过滤掉 这个涂层的黑色 这样让这些光斑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建立一个蒙板 把边缘的部分给擦去 点击画笔在上面涂抹即可 这不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即可 如果你觉得这个光斑加了很烂的话 可以不加光斑也可以 直接跳过这一步 直接跳入下一步进行操作即可 还是绿色 如果你的觉得他这个过量了可以降低他的透明度也可以 有效的让他变得过度更加好一点 还是点击画笔 点一下这个 小心光 这时候他就会变淡了 再添加一个 如果你的素材不觉得你觉得不是太搭的话就可以不用添加这么厌的 你可以添加个稍微颜色没那么夸张的 这个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没必要就是完全的模仿这种 国外有个摄影博主喜欢拍这种风格的照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差不多了 我给他建一个层层层 大家看一下 这是没加之前 加了之后 好 主要的感觉已经跳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一个 整体色调的一个统一 距离咱们 调完成篇还是有点距离的 咱们感觉这个画面还是 挺普通的 需要一个 氛围的强化 这时候我们进入 色彩平衡蒙版 点击它的沟光 沟光直接加洋红 和蓝色 印也是一样的 直接加蓝色 加洋红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体的感觉 就马上变了一个样 咱们刚才添加的素材中 这个黄色还是有点太巧了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单独的进行 它的一个调色 还是在色彩平衡中 按住Alt键和这个素材涂层中间 然后进行一个向下 这一步操作就是 只针对下一步涂层的一个操作 这是我把它的 抢劲的黄色给 减一点点 好 如果你觉得还是抢劲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擦掉 OK好 整体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圆图和修完之后的 感谢大家收听 获取本期素材 关注微信公众号试水回复第一课 或微博关注 谢谢